我是真正教來 不想找借口也懶得眼 前總統陳水扁出席 台灣國募款餐櫃 不但上台演講主題還是政治 中間四部紅線才好才滿 在台中的過期間 他說這樣阿伯就打得暗算 說我背背四部 他說阿伯你跟五部也沒關係 六部也沒關係 天龍八部也沒關係 甚至還學起跳海的世間勤催票 就抓明年立委選舉 拿不到一百萬票就要跳水 阿伯總統上台演說又公開拉票 主持醫師提出個人醫學創建 我鼓勵他講鼓勵他寫 因為那個是 控制政治功能障礙的 職能治療的一部分 如果照這樣講 吸毒者需要職能治療 他是不是放出來也給他吸毒 殺人者他需要職能治療 你要怎麼對付這些人 我覺得對社會的公平正義 是非常講不過去 以醫療為名保外就醫 阿伯總統早就多次大談政治 以前還得看紅線 但大選前他要測的 卻是蔡政府的底線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利用這個機會來挑戰蔡英文總統 因為現在要選舉 然後他要把一些選票拉出去 挑戰法律的底線 中間跟法務部必須依法執行 該關回去就關回去 中間以蒐集市政為由 使出拖字決不做結論 前總統公然挑戰公權力 就看前同志 蔡總統有沒有本事辦 願不願意正事 建理家慧王志文 台北高雄採訪報導